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制造啤酒的原料 又可以拿来制面包 稍后会介绍 现在首先为大家报道 储物仓这门生意 近年储物仓的生意一直都很蓬勃 在疫情期间 大众对储物仓的需求有增无减 为吸引客源 储物仓的各种配套设施 比起以往都有改进 李永鱼报道 疫情下百业萧条 很多行业面对生意额下跌 和租金压力都陆续倒闭 但在大多伦多北约克区 却有商家在疫情中 扩充储物仓生意 计划在大多伦多地区 加开12间分店 当中旗舰店已经在 上年11月开业 六层高的大楼 总面积26万平方尺 设有2000个储物仓 Prakash是这间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他和我们介绍 近年大众对自作储物仓需求 有增加的趋势 就算在疫情中 这个需求连持续向好 这是在疫情中的情况下 因为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 都关闭了 他们的商业 他们在生意 他们在购物上 他们在行为 有一个商店 他们在转租 他有很多便宜 的能力 但是他有些工具 他有些工具 他可能会给你 一件200,000 一件三件 一件事 是他会要来 选择 他是要来回家的 是他要有空 他必须要去 以往大部分自助储物倉 都只有地面 以往大部分自助储物倉 都只有地面 方便客人开车直接到达自己的储物仓上落货 这种需要大占地面积的设计 只能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选址 但近年新开的储物仓设计都倾向类似柏民住宅 用较小占地面积向上发展空间 以增加仓库数量 自助储物仓再不是郊区才常见 而Prakash选择在北约克这个繁华路段 兴建储物仓旗舰店 某程度上已经选择了要招来的客员 以及为自己的品牌定位 保存是一个非常旅游仓的业务 所以你能够有任何座位置 没有人会从马克ам到这里 所以他们必须在某区域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区域 特别说在这区域 这是一个比较适合适合适合 所以我们将在这区域 在这区域工作室内有挺多的 把美国比较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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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单位的客人放置雜物 而每租用四个星期计算 价格最低大概是88元加币 零加税和雜费 根据不同的设施要求 价格会有所不同 上落货区不在室外而在室内 这样就算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 都可以方便用家收货物品 储物仓生意并不是新行业 为了增加竞争力 很多储物仓公司都不断更新 在保安监控和温度控制 这些电子系统方面的设备 这个仓库亦不例外 而作为市场策略 这个自助储物仓大楼一楼 更加设临时办公室 提供给一些需要远程工作 但又不方便留在自己家 办公的人士租用 希望这些客人觉得电味 而考虑租用这里的储物仓 不过在封城令下 这些办公室暂停出租 有时给予客人太多便利 恐怕又会造成隐患 上年11月就有一宗 关于违反限聚令的报道 超过100人聚集在多伦多西区 某自助储物仓举办派对 而被检举 新闻中所提到的储物仓 并不是发生在 Prakash公司旗下的分店 而他都尽力避免 自己经营的储物仓 被滥用作其他用途 我认为是很败的 败的事情 但我们不得到 那些人 当人人在进入 你必须要认为 你必须要认为 当人人在进入 你必须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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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进入 所有的相机 人们在进入 他们都会被关职 在任何部位的部位 我们做出 行人 如果有人会在6、7时 我們會看到一些人移動 我的管理員坐在這裏 看著所有階段 我們會調查人物 當我們跟人聊天 這就是一種原因 我們喜歡帶人們來喝咖啡 我們會跟人聊天 去看看誰是人的 我們一直保持安全和安全 所有客戶和客戶在所有時期 當我們有這些事情 事情要去外面 可能會很短 Prakash对储物仓生意的前景抱有很大信心 无论是大众生活环境改变 还是生意营运变动 大家都离不开物资存放这个需要 所以就算在疫境中 他的储物仓生意都可以站稳阵脚 他说如果要数一个疫情 对他的生意所造成的影响 相信是疫情开头 建筑工程被迫停工 导致本来计划在去年7月开业的旗舰店 要延迟4个月到11月才开业 因为他相信 相比冬天 在夏天开业 会较容易吸引客人前来问津